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今天這盤棋呢 也是要來做網路三段的對局講解 那這盤棋 我是拿黑的 一開始走這個 新小木拿對方也是新小木 只是說方向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棋我掛一個好 因為以前下大跳的布局 總是下的蠻多的 今天嘗試一下從這邊掛 他簡單小飛一個 那這個棋我可以考慮 走一個迷你中國流 迷你中國流是 可能是AI出現之前 蠻流行的一個布局 他現在往這邊掛 那我通常面對這個掛的想法呢 可能有 尖這個或者是夾弓 那夾弓也有分 夾到最緊的 有可能夾鬆一點 可能基本上就是 小尖夾這個跟二尖高夾 三種下法 那這個棋我可能 夾緊一點好了 這盤棋我就先這樣下 他靠過來的時候 我這個棋我記得也是有好幾種下法 搬這個搬這個還是長角上 似乎都有 那我就搬這個好 他這個如果說扭斷的話 我應該就長這個 他單長一個 單長一個 單長一個我比較沒有看過 但我記得這個下法好像是在中國流的時候會用的 迷你中國流也有人這樣子下嗎 我不太懂 沒關係我們就 以不變應萬變嘛 就照自己的感覺下就可以了 他拐下來的時候這個起我一點點麻 不知道是要立還是沾住 當然飛出來的可能性也是有 飛出來他吃我腳那我再藏進去 也是有可能 不過我就 沾住的話感覺外面稍微鬆一點點 但是沾住 沾住的話是木數比較虧 那立下的話是外面會鬆一點點 各有利弊 我還是沾住好 當然他這邊大概得聯絡一個 那聯絡的時候呢 我可能就這個拆四的間距就顯得有一點點寬了 他這個病應該是不如肩 因為病的話就是還留有衝斷的問題 那當然我現在是不能夠馬上衝斷嘛 因為增子不利 那一方面外面也有一些虛的問題 如果肩的話就不怕黑級虛了 我這虛完他好像還蠻重的 虛他如果雙那我再跳住 他還得從這邊出頭 我就直接虛掉好了 不太想再去引針什麼的 直接虛了跳起來 那他如果得從這邊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預見到黑級這裡可以走後 那走後之後 這個拆四的間距就不太需要再補 對他現在得從這邊來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多好幾顆子 那這邊將來就自然走成實控了 不需要再補齊 那黑級也是蠻舒服的一個間距 他現在長的話 我也有可能拐他一下 拐他一下 拐他一下 他如果不補的話 我這個再長過來 他好像不太能忍受 所以說他就很簡單虎一個 那我再把這個飛起來 飛起來的話 這樣子我們可以發現 黑白起這塊 其實還是比較局促的一個奇形 只是說黑起本身的形狀也不是 也不是說特別的完善 這邊還是有一些點之類的缺陷 那我們就把這個再跳起來好了 不過後來想想 我這個拐好像跟他虎的交換 似乎並不便宜 並不是很便宜 他這個踢也是得走的 因為如果不踢的話 這個已經有跳起來的奇形呢 將來去點33是蠻大的一手旗 那踢一個的話呢 再點33他就擋住 我就只能從下面撿過 他現在夾一個 是意圖檢討我這兩顆旗子 那我可能 先去 先去飛他 先去飛他 不讓他有舒服的 小飛掛的餘地 他跳出 那我們就再跟著跳就可以了 而且其實他這塊旗 並沒有完全的活乾淨 我如果能夠把這顆子給沾出來的話 再沖完 我們就可以發現 其實白旗也沒有很多眼味 所以說跟著跑的話 黑旗應該也不怕 應該也不怕 他走的比較大 那我們就走堅實一點 將來還有靠斷他的可能性 比方說靠了搬過去啦 還是說靠這個再搬過來 他這個旗形聯絡上會有一點點缺陷 只是好處是 他大跳的速度是會比較快的 唉唷 他很老實的 直接吃回去 那他這個都補乾淨了 那我們也拿他沒辦法了嘛 畢竟活旗的 活旗總是最後的一塊嘛 他都這麼老實了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 那這個我要不要考慮直接把他靠斷 直接靠斷也是有可能的 我就靠一個好了 看他是走什麼 他搬這邊我就搬 他搬這邊我也搬 他似乎總是避免不了被我斷掉的命運吧 看他怎麼走 唉唷靠一個 這個我剛剛也有稍微想一下 我如果跟著頂的話 他往這邊搬 我似乎就搬不斷他了 不過其實靠一個他本身是算是比較損的一手棋喔 因為靠的話就幫黑騎撞後了嘛 那他如果搬的話 我其實就退回去就可以了 喔結果他是要藏這個的 藏這個那下一波虎過來會比較大 但是我現在應該沒什麼心情往這藏一個 藏都要被他搬 我應該不太好 我可能得往這搬吧 他這個虎下我們就立下就可以了 雖然說他的形狀看起來還可以 但是 對其實也還好 畢竟中間搬了應該還是比較大 明顯大多了 那這邊應該還是得再繼續往前跑吧 不過他要怎麼跑 好像也不是很舒服感覺上 我們就繼續先追擊他這一塊旗 小尖 他走小尖的話 那我第一趕當然是先飛一個繼續去攻擊他 飛的 還是說從下面撈空 因為飛的話被他跳下去 感覺這腳也有點噁心 我就飛一個好了 因為我飛的話 飛外面被他這個再跳下去 這邊我可能還得跳一個補齊之類的 好像不是很舒服 他現在斷了 我就這個把他打死 吃這個也是蠻舒服的 你如果打死那我再粘住 你要出頭就給你跑吧 反正你在這空中跑也走不出木束 反而是我飛 那在下面也可以撈得很多的利益 我打吃我可能要單提比較好 因為我打出我如果沾的話 他往這頂 那基本上都活了 可能要提掉會好一點點 看他打不打 不過這棋 他不打的話 被我藏過去 他好像也有點噁心噁心的 那他現在往這一靠 他是想要引針嗎 我如果這邊再硬的話 他就要跑出來了 是這個意思啊 我如果長呢 長能反引針嗎 不太能 這棋我虛一個有沒有這棋啊 虛一個是能夠補這邊的問題 但虛這個 感覺有點浮誇 感覺不太好 也有點想長 也有點想長 我用長的好了 長的話本身就可以補到棋 因為他這棋如果還敢跑到 那我打吃裡面 打吃裡面他再跑 那我往這打吃 他這個裡頭應該是不太行的 他現在頂吃那我長吧 這樣子的話 他這邊還得尋求眼味嗎 不然 因為他現在外面是已經 不太好跑了 因為貼被我一般 好像不是很好跑 他現在只在下面尋求眼位 我擋他就貼一個 這個棋 我 我補嗎 這個我要補嗎 還是我補在這 也有點搞不清楚 我就補一個好了 也有可能是還手了 但補一個本身蠻厚的 有時候下本手呢 從另外一個意義來說 其實本手也是有一點點 還手的那個味道 但是我覺得 就像我之前的影片也說過 我是覺得 在低段和即位的期間呢 你去盡量多用一點 所謂的正手或者是本手去下 應該是會 比較有幫助的 那等到你到比較高段之後 再去追求一些效率更高的期 我是覺得會比較好 所以說我在這系列的影片當中 可能就會 下得更加本手一點 就跟我平常自戰解說 會稍微有點差別 那我這邊終於 騰出空檔 那就來這邊補個期了 他這邊跳一個 這邊我是肯定不理他 我這塊期很厚啊 相當的厚 所以我是不理他 這邊他 這裡有點入的手段 不過其實點入我頂多就尖而已 這本身就是一個關子而已 不是最大的 那現在最大的期明顯是在這個 小飛掛這裡 踢了跳 那這踢了跳也是最近 非常流行的一個下法 那這個期雖然正常來說 黑棋是要開拆一個的 但是我是覺得 全盤來說我是比較厚的期 那我這個如果再拆一個 其實拆一個也可以 講了半天還是想拆 不過我剛是一直想走這邊 因為走這邊相對來說會積極一點 不過也像我之前說的 我可能還是下本格派一點 就是盡量多下本手 還是走這個 那他開拆的話 這我肯定就不想補了 我直接來這邊點33 那這個期有可能擠過 有可能肩過 擠的話是他這邊有個班 那我擋的話他這個可以衝下來 我可能還是肩過好肩過 他這邊直接K進來了 那K進來的時候呢 我先往這邊刺一下 往這邊刺一下 這個期型來說呢 AI是覺得刺一下是不太虧的 刺完這個我們可能直接 尖一個把它幹掉呢 這個就需要計算了 不過呢 我是覺得尖住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我這邊多了一顆 我是覺得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他搬我就把它斷掉 喔他立下去 那這個我就 我就不可能去吃他了 我就把外面補住就可以 那拖過那這個就給你吧 這邊我把它搬了打掉好了 雖然有點俗 不過也是俗而有利的手段吧 就是 避免他一手期就直接度過 那這樣子的話 我這邊是有搬出的問題 不過 我們這時候稍微做個形式判斷好了 決定一下我要不要老實一點把這邊補住 我們可以看到黑棋這塊棋 並不是完全實控喔 他點進來還有一些問題 我們就大概點個10目 那右下角大概有8目起 18目加這邊 就算個20吧 20 30 加 00中中 加一加 一定有點忘了 10目18目20 30 35 加這邊 40 這邊有一些潛力 大概算黑棋全盤45目吧 那白棋這裡呢 有7目起 8 9 10 11 11之後呢 這裡 18 19 20 21 2 加這個30 32左右 他黑棋全盤剛剛說是大概有45 所以說黑棋是空是不差的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其實黑棋的潛力是蠻多的 那我剛剛呢 是說我想要判斷一下黑棋要不要老老實實的往這補一個 畢竟這裡有個搬出的缺陷嘛 那我判斷一下是發現黑棋盤10幾啦 黑棋是可以往這補的 那不過我另外也想推薦一個比較積極的下法 是黑棋有可能往這點一個 點一個 如果說他就擋住的話 那我再往這邊撞一下 他如果再擋住呢 那我就可以舒服的把這個給搬住了 我這樣走一串 那 黑棋這個肯定是蠻舒服的走法 走完之後再回來這一步 那隱隱約約 黑棋這邊又多出一些潛力了 貼過來這個打吃我就跳住就好 好像 我覺得不是最大的 不是最大的 我這邊補一個本身也是價值很大 本身價值也很大 我就補一個好了 補完之後這裡就全部都形成十空了 因為我剛剛這裡我只點了十木起 現在應該說也有個十九木起左右了 這打吃我們就跳住就可以了 這打吃我們就跳住就可以了 拆二 拆二 那我們就 走哪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拖一個 拖一個 這棋敢拖嗎 還算了我們就老老實實的拆個二就好了 反正這空也不差 我們剛剛也點過了盤石幾 而且這個棋將來黑棋的增長幅度應該是比較大的 我剛剛再稍微點了一下 發現黑棋增長到大概五十八木左右 這個段我應該是不太好沾了 沾了被他打吃貼過來了 感覺黑棋蠻局促的 我這個就打吃把它棄掉 那黑棋五十八木 那我們再看一下白棋呢 白棋我自己稍微點點木好了 白棋 白棋全盤好像大概四十不到一點 所以說黑棋的領先幅度 稍微增加了一些 到大概盤二十左右 接近盤二十 不過盤二十不到一點 那所以也是我說的 就是說黑棋將來的潛力呢 會慢慢的兌現 那 所以說前面走後的話 後面的關子可能會比較好下 大一點 這起我將來還可以往這拖一個 是不是啊 拖他搬下來的話 拖他搬下來 我這個長了再拐過來 他好像不太好辦 不過也不知道有沒有那必要 用了一次 好像沒什麼必要 用一次一次 不會也沒關係啊 就仔細的思考一下這裡 確實有點複雜 懶得算了 我現在往這長一個好了 長一個他本身也有點麻喔 因為他如果說補這裡的話 那這邊有一個衝了 可以把一紙割下來的手段 那他如果補這裡呢 那我這一跑 他這邊的目數又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說我長一個他應該是不太舒服的 他直接脫先 那這尖我就擋住 尖完好像還是有一些點的噁心味道 他直接斑點掉 那就沒有了 只不過這樣子斑點掉 我這邊也徹底的完全都厚掉了 哇他往這裡補 往這裡補 蠻穩健的 我先衝一下這裡 算了我直接把這個的拉出來好了 這本身呢 有好幾目的價值 而且走完之後他這邊也徹底薄掉了 這邊又變薄了 那我後續的收關應該又可以 可以有許多可以搜刮他的空間喔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這一顆子救出來之後 我這邊有一頂 頂的時候他必須得粘住 那頂跟他粘交換之後 我這下面又可以飛過去了 如果本來沒有這一手交換的話 他這個飛下去 他這邊可以把我跨了 分開掉 那我這個頂完之後 又可以直接飛過 那我下面又可以獲得許多的目數 所以說 這盤棋可以說是一個後衛的體現 後勢呢 是可以發揮出一些 意想不到的價值 可以這麼說 我就頂一個 他這個是相當不舒服 這個還得補回去 如果不補的話 這被我一撲 那整塊下面都全部打結了 他應該受不了 不過他也不太可能老老是補在這邊 他應該會 搬在這裡 也是蠻有可能的 確實 那我這個頂好像有一點點一廂情願 他應該會補在這 這不起有一點點太一廂情願了 當然他就算補在這 我也是可以去點一個破他眼味 也是可以 結果他也是老實的就沾住了 那沾住 我先立他 這下立得到嗎 這個跳路 跳路 跳路他還是活的 算了我就直接飛過好了 立這個 這一手應該是肯定立不到的 我就再立一個 下一步跳路雖然他可以活 不過 他活的話會被我刮蠻兇的 下面我可以撈取許多木樹 所以說我覺得他應該還是要硬 他應該還是要硬 這邊我桶進來應該還是有先手的 他如果不理我的話 這一我一撲進來又變成打結了 還是我用尖的 尖好像便宜一點 尖的便宜一點 下面木樹 守的比較實在 如果長的話還有一大飛 現在應該就是接近盤20 拐我就擋住 拐應該沒有便宜 要打結的話 我也不一定打過 只不過這個鋪進來 反正就關花結 這黑棋完全沒有損失 所以說肯定不怕他 我可以 並這個是先手 這把他蓋住好了 把這個給蓋住 蓋住啊 我中間又多一些潛力了 我團這個 團這個應該是壞期 這還是得退回去 我這邊先利掉好了 因為 如果不利的話 被他說 搬一個打吃 衝了再沾住 那 這邊我可能會 還得再利一個補期 之類的 就蠻不舒服 那我利這個 雖然也不是決心啊 不過他如果不補的話 我下部再大飛進來 他也是蠻不舒服 蠻不爽的 所以說我就先把他利掉 這本身也是價值很大的一個關子 他斷這個 斷這個 本身應該不是很大 這個應該不是很大 我就先大飛 不過大飛好像也不大了 我就把這個正住應該是最大的 大飛暫時比較沒有那麼大 我就先把這邊 圍個擠木齊 現在我再稍微點一次控好了 PG全盤接近60 大概有60 白璽呢 白璽大概45之類的 不過呢 優勢也沒有那麼大 可能就盤15左右 也沒有想像中的有盤20 不過呢 總是夠贏了 總是夠贏了 這沾住 沾住還是得沾 他如果斷的話 我這邊得補 那再一沖 這邊要漏 所以說還是補一個 這盤棋相較 對這盤棋的對手呢 相較於前兩盤 應該說是下了比較好的一位 差距比較沒有那麼大 這個棋 貼住嗎 這棋要不要補 就補一補好了 補一補 他這段其實還是沒有吃到 我這個還是可以再繼續沾出了 打吃這個 打吃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他要衝斷我 不可能吧 打吃這個應該沒什麼意思 我下一步還有衝了虎柱 那這樣他下面木柱又鬆了 搬這個 搬這個有棋嗎 感覺沒騎吧 感覺沒騎吧 而且你如果往這裡跑的話 那我這邊還衝了 他是要衝斷這個 早講 走這個我就搬住就可以了 其實他吃這個並不是很便宜 吃這個確實不便宜 撲住 撲住那我不是救回來了 這樣子他不是又沒走到東西嗎 還是說他要從這邊再去動手 也沒什麼氣啊 他這怎麼敢這樣下 我等一下衝的時候他就從這邊打過 那就算了給你吧 怎麼突然用了一次 提掉那我這邊還是可以衝一下 衝一下你度過那我就沾住打吃再補回去 提掉那我這邊還是可以衝一下 我沾掉 這個我應該是補在這會好一點 補在這木樹好一點 那這一串他走的應該也沒有便宜喔 那我中間又多了許多的木樹 應該優勢又比之前更擴大了一些 這我還可以再跳進來 這我還可以再跳進來 他中間木樹又鬆了 這一串他走的完全沒有必要 這個我貼 我貼他便宜嗎 貼了一擠他是不是要掛 應該也沒有 貼了一擠我弄不斷 我就單雙就好了 貼這個沒有便宜 跟他長交換 我下一步還有靠路 沒有什麼便宜的 直接雙一個 靠一個 靠一個是不是有點過分 不過靠被他衝死也不行 算了就直接虎住就可以了 反正起木樹肯定也不差了 衝就 差點按錯 擋住 團著你的 現在應該是爬20左右 我的估計 不過沒有詳細點木 就是一個感覺 這個把他走一走 雖然說也沒有什麼實質的必要性 這還是得理我啊 他們不理我直接擠死了 直接尖死了 那我就把他這個都走掉 塞一塞 塞完這邊還可以尖一尖 這尖得到嗎 尖他如果不理我 我再衝過去他是不是就掛了 好像是喔 這下應該能走到 那木樹便宜了一些 就一些先手關子 衝著我就擋就可以了 哇他也是蠻聰明的喔 利用這種下法 啊我剛直接一衝他是不是掛了 啊 這我衝過來他這邊團這裡有扮演 那 8 7 6 5 4 3 2 1 我是可以去虎這個的 我剛不擋這個好像直接衝過來 他好像全死了 不過也沒有關係啊 我們就見機行事就可以了 這他確實可以救 我還是老實的撥回去好嗎 反正這奇木也贏多了 沒有必要走一些有的沒的 他還打吃 這個打吃沒有必要吧 這左邊大飛命前更大吧 他這邊沒有必要補了 因為我這邊他有扮演 那在先手一眼之後再回去補就夠了 這個頂住也有問題吧 他不是應該靠住嗎 靠在我目前滑鼠的這個位置 這個 這我還可以多藏進去 他 他又虧了一些些木書 這奇我們可以打他一下 喔沒有必要 長還是說斑 差不多 就斑好了 反正也差不多 教室我站住 等一下他他衝的時候我可以先擠他一下 不過好像也 好像也沒什麼便宜 搞不清 這木書應該贏多了 盤20以上 不知道有沒有盤25 還說不定有盤30 我也搞不清 懶得算了 反正贏很多 團住在 團一下再回去度過 應該是便宜一些了 便宜一些 咳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 現在這裡有一個兩木棋 這個沾住有兩木棋 2 2 1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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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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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2 3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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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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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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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5 6 6 6 7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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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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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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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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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這樣簡單拆耳 這樣走一走那黑棋就 明顯就可以贏了 像這邊再去補這個應該也是蠻緩的 明顯就不好 不然就是補之前 起碼也要先往這邊跳一個嘛 對不對 而且這跳完 這腳上將來也有很多搜刮的 手段 比方說這邊搬了一虎 那如果我敢打上去的話還可以開解嗎 那我如果不敢打那我就 他這邊也便宜蠻多還可以再大飛進來 對不對 所以說下面也是有很多搜刮的手段 那實戰就變成說他在我這邊度過了那剛剛那些手段也不復存在 你現在再走那我就把你頂住就行了 反而也白血沒有起下 然後這裡他就簡單粘住明顯也太乖了一點 然後太乖了一點 他這裡應該是可以考慮搬在這裡補的 實戰我這個頂其實壞起 明顯沒有必要 有點太一廂情願了 這個起 那沒想到他也很乖的直接補 是覺得 這手明顯有點緩 那這時候應該白起控就明顯不足了這樣子應該就是盤20幾 然後對盤20幾 不過還是稍微點的有點多啊這邊 這應該沒幾木感覺 好像這邊還有這邊也是木數都點的有點多 我盤是幾到20啊這邊白起也沒有點他的潛力 只是說白起總是不夠了 那最後這一串又讓他虧了不少 那教師在衝斷應該沒必要 他如果實戰這邊 就這樣子走的話 應該也沒什麼便宜的感覺上 這邊我還給貼一個再沾住那他這裡還得補 那怎樣等於說他這邊多吃了 五木齊而已 那我這邊再沖一壺 那他這邊又虧了又虧了很多啊 我這邊還可以搬了做結 所以說 他這個肯定是得不償失 那最後發現得不償失之後回去補這個 那再回去補這個 那他這個肯定就虧了虧很多了 中間的潛力全部都沒有了 我本來他中間是有一些些木樹的 至少看起來也有個三四木之類的 那走完那一串之後就又變成林木 所以說虧很多 然後這邊也虧了一些木樹 就整體來說這邊又虧了不少 然後最後這裡這個關子呢 白起這裡還是要靠住 靠住 我不靠住我這邊有可能吃進去啊 我吃進去 去 不過這樣有個打結啦 我是覺得沒那個必要 我應該也不會那樣子下 那如果我只能走回去的話 這樣他應該比實戰木樹要好 好一些 不過這當然也無關勝負了 最後就大概盤34左右 喔大概盤34 好 那這番題就跟大家講解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和大家看